先介紹一個拼音就是語音輸入的部分 各位你在這裡 對了順便提一下 如果你要看一下我們延期中有用到哪些連結 假設你現在用手機 我老師有幫你把那個連結準備好 你也可以連過去 這樣你在手機上看 要連到我們介紹那些模特是比較方便 好 另外我們在這裡 這邊 我們的課程的資料在任務裡面 就在這個任務裡面 主要的資料都在這裡 那我往下走一下 這裡 這個我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因為大部分我們用 各位應該都是用注音輸入法 對不對 比較多 請問一下有沒有 不是使用注音的 像我是用無蝦米的 或是用無蝦米的 或是用無蝦米的 那另外比較多就是用倉解 對吧 台灣主要大概這幾個 那不管你打字再快 再怎麼快 手也會痠 所以這裡有兩個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我們現在語音輸入其實手機上也有 手機上也有 但是如果你是在電腦上的有沒有 也有喔 你用Google文件也可以 還有另外叫Speech Note也可以喔 那這兩個關鍵字你都可以找一下 像如果你有興趣在我部落格裡面 都有介紹這些文章 那我首先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是用Google文件的部分 好你只要新增加一個文件 然後呢在上面裡面有一個叫工具 來放大一點 工具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語音輸入 嗯就在這邊 好就在這邊喔 那所以呢你這裡打開之後 他就會跳這個出來 跳這個出來 那你按下去就可以輸入了喔 我把字變大一點 好 今天來到金門大學 進行研習 你看我們用這個語音輸入 應該不會比你用注音輸入來的慢吧 難免有打錯對不對 有辨識錯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你只要負責改後面幾個錯字就好了 還OK吧 對不對 好那你有沒有發現他少什麼東西 對 少注音符號對不對 就標點符號啦 那標點符號去哪裡找 在右上角這裡 在這裡 不是這個 更多選項 有沒有一個注音 但是我們不是要注音喔 有沒有一個這個 手寫的 你把這個打開之後 下面這邊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就有標點符號了 所以標點符號 好因為如果你是用那個什麼 用注音輸入吧 會遇到標點符號輸入的問題 對不對 像我用無瑕迷是沒有這種困擾 因為無瑕迷直接就打出來了 但是如果用這個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邊打 就是直接用點了點全型的這些標點符號出來 好那這是一個 那麼 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們再看看喔 這是Google的對不對 另外還有一個叫Speech Notes 這個 因為它都是語端服務 所以其實你只要連上網路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喔 那你看我們在這裡 好一樣的 這個也是類似的 我們來看看 使用這種方式 進行語音輸入 真的 其實速度不會太慢 尤其對於一般口語化的文字輸入 還算蠻快的 請問這樣會比你打字慢嗎 但是你看到這裡有一個好處喔 你看它 它在我有很明顯斷距的地方 我看一下 它在我比較明顯斷距的地方 其實它會空一格 它有空一格 只是現在好像 在這裡 有沒有我明顯斷距的地方有空一格 那 右手邊 有沒有這個標點符號 對 不過這邊的標點符號是半型的 這樣你們比較看不清楚 放大一點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標點符號 對不對 只是這邊是半型的 好 這邊是半型的 那 像我寒暑就還有開兒童班 兒童班 我在東海開 那 有遇到有法國回來的 有那個 國外回來 他說他講法文也通啊 對不對 用這樣 是不是就快很多 但是 我以前 在一些學校分享的時候 我有發現一個 很奇怪的現象 他好像跟我比較好 跟同學好像比較不好 或跟老師比較不好 因為他念的他聽不懂 你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嗎 馬上來抽一個好不好 同學準備好 馬上抽一個 先喊 哇 來了 一定要來試看看這個 對對對 你中獎了 等一下也可以抽一個 不過要先讓你玩一下這個 這裡 我把這個清掉 給你試看看好不好 看他跟你好不好 你要講什麼 隨便 準備好了嗎 對 講話 對電腦講話很奇怪嗎 你現在走在路上 你常常都看到人家 一直 自己講自己的 因為他待在這裡 然後就走路一直講 一直講 給你囉 按下去囉 哈囉你好 哈囉你好 你可以繼續 嗯 今天天氣怎麼樣 今天天氣還不錯 週末會變冷 好像今天晚上就會變冷了吧 不是禮拜文嗎 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他念很小聲 所以他就收不到 這樣你了解了齁 再來就是 像這種語音輸入 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你的斷句要比較明顯一點 講話不要太快 再來發音要正確一點 因為有時候他比較害羞啦 所以他不好意思 講得很大聲 然後就是發音上他也不好意思 講得太那個 那這樣辨識率就會比較低 這樣有了解了嗎 所以你自己回去試的時候 也可以試看看 看你要閉眼睛 還是要打開眼睛抽都沒關係 好 OK OK 所以這個是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我們下午有機會會再跟各位介紹 手機上有沒有這種服務 也有 行動裝置上也有 甚至他的標點符號都幫你準備好了 所以你也不用打標點符號 反正你是 一般的語句他就給你句號 如果你很明顯的問號 就是問句他就給你問號 如果你是很驚訝的表情 他就給你驚嘆號 所以他也會自動這樣 那這樣其實 各位以後 你應該知道一件事情 以後你們教報告要怎麼教的嗎 現在沒有人用打報告的 是用講報告的 這樣了解齁 用講的就可以了 當然專有名詞部分會比較差 可是一般的口語化的都比較沒有什麼太大問題